歡迎回來香港導演林一華改變中國經典四大名著的最終章舞臺劇《紅樓夢》在臺北首演了 習慣從經典中讀出不同意義的林一華 從原著小說中摘錄變成了台詞 大觀園變成現代高級歡場 而男演員西裝鼻挺演十二斤差 詮釋非常有現代感的《紅樓夢》 透過原著角色 每個人的不同夢境在過去與現在的對照中看見自己 而歌手文里安也登上舞台 在最後一幕唱主題曲《四層》 最好看就是他最真實的樣子 就像現在 經歷八年導演林一華終於交出四大名著最終章《紅樓夢》 要讓觀眾從這本經典作品中誠實面對自己 林一華說《紅樓夢》中的角色不管生活條件再好 卻仍舊活在痛苦中無法真正做自己 曹雪晴幫我們打造了一個中國人對於自己的命運的一個告解 同時這本書之所以可以對我個人來講那麼重要 是因為不管什麼時候讀它 我都找到我自己的一種安慰 那我也不知道這種安慰是不是也跟我可以真正面對我自己有關 那也算是一種救贖吧 林一華打造的現代版《紅樓夢》 觀眾將不會看到熟悉的《紅樓情節》 而只會看到原著角色所做的夢 林一華說這些也都是現代人會做的 他裡面談到痛苦這件事情 表面上好像是300年前的人的痛苦 可是很多都跟我們現在有關 有關的東西就是我們都想控制很多事情 我們如何呈現呢就是用很多很多的夢境 有時候我們好像到過一個地方 可是我們不記得什麼時候到過了 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我為了承受那生命中的人 我為了承受你把藉 builders 套著人為送你整個夢 次求相關 我為送一回 此死留心 創作歌手维里安也在最后一幕唱出主题曲四层 担任说书人下结论的角色 其实这个位置很重要 因为当所有人都离开的时候 他是看着所有人都离开 我也这样跟所有的演员说 每个人都要走过那个门 可是走过那个门的时候 你最后回头想看到的是谁 为了更能诠释歌曲中的意境 维里安读完整本《红楼梦》 读到书的中间 以前的部分 觉得非常的不耐 非常不耐 因为一群有钱人 然后每天风化学月 然后他们在烦恼一些小情小爱 甚至是勾心斗角的 但是到中后的时候 开始慢慢慢慢被他们的命运给吸引住了 就会想要看说 每一个角色最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 林一华说四大名著中 他最喜欢的就是《红楼梦》 他在原著里找到现代人的生命课题 呈现他的注解 要相信缘分 待在未免待到 会吧 不过是一生一世吧 诶 今天以后 你还会记得吗 从今以后 只有个人得个人的眼泪 林一华的剧场版《红楼梦》 跳脱传统 在舞台上演绎出现代人的困境 再次回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